主料,鸡脚500克,芷天椒,剁椒,生姜50克,干辣椒3根,花椒粒,蒜头4半,辅量,冰糖150克,白醋150毫升,盐2池,白酒,冰块,纯净水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鸡脚清洗干净,切开两半,用水浸泡2小时,中途都换几次水。 冰糖和白醋加入300毫升的水,两池盐煮成泡汁水,生姜去皮切几片,其余的切成细丝,使天椒洗净擦干水分,在尖上切开一刀,不要切断,三切蒜蓉,煮开的泡汁放凉后,把姜丝,蒜蓉和纸天椒泡在里面,放进冰箱带用,即将放进锅子里,加姜片,干辣椒,花椒,加入白酒, 我用了12锅头,加水超过鸡脚,中火煮开后,大火炼水大滚,关火,准备一盆纯净水,凉开水盐盒,不要用生水,水中加入冰块,迅速捞起鸡脚,投入冰水中降温,鸡脚捞起放入保鲜盒,倒入冰箱过的泡汁,加入适量的剁椒,密封保鲜盒, 在冰箱了泡一天就可以吃了,前面拍照的时候忘记了放蒜蓉,最后才想起来,烹饪技巧,我用的是冰糖,喜欢甜一点都可以用白糖,泡汁的比例,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,泡的时间越长凤角越入味,前面的步骤凸里面没有看到蒜蓉, 因为前面我忘记了,最后才加进去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